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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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一盤就點新聞 來一杯文化洗禮 加一點酸甜苦辣 包一鍋人生百味啊 港式大台黨 擋不住的香港大小事 黃美鳴製作主持 每週五晚間十點 準時上菜 好好玩啊 文化漫步 這裡是中央廣播電台 台灣之音 聽眾朋友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 港式大拍檔節目 我是美鳴 好 經常使用電腦 來處理文書的朋友們 對於電腦中文的字型 應該都是不陌生的 但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把長輩 或者是朋友們 值得紀念的書法 也變成在電腦裡面的字型 而且廣為流傳 是不是更有意義呢 好 今天的節目 我們就邀請到 香港手工招牌老字號 耀華工作室的接班人 李建民先生 我們請他來談一談 這幾年他所推動的 李伯伯的 街頭書法 復修計劃 是什麼樣的一個計劃呢 李先生你好 你好 李先生我想 李伯伯的大名 我這邊先做一個介紹 就是李漢老先生喔 那雖然各位聽眾朋友們 大概可能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不過我想 如果到過香港的朋友們 對於他的作品 他寫這個書法字 一定都不會陌生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到處都看得到 很多招牌上面的 其實就是他的末報 對不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李建民先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樣的一個復修計劃 是什麼樣的計劃 為什麼會開始推動呢 其實他的感覺的字 在香港來講是挺熟悉的 但是大多數來講 都不是他寫的 其實香港在大概七八十年代的時候 寫字師傅是很多的 他只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都可能不是他寫的字 但是有那個香港感覺的字 在現在電腦的世界來講 是不多的 所以我才開始這個 扶秀的計劃 好 這位李伯伯跟您家族的淵源是 因為我一開始看 我以為是您家裡面的長輩 因為都是姓李 後來發現你們其實 並沒有親戚關係 對不對 對 其實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最初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寫字的師傅 跟我爸爸就是做招牌的師傅 他兩個的關係就是這樣 就是寫字的師傅跟招牌的師傅 以前的世界來講 因為沒有電腦 所以如果一個人要做招牌的話 其實要找一個寫字的師傅 寫字 然後再到那個招牌的師傅 製作招牌 這個工作的程序就是這樣的 所以那個年代就是香港 有很多這種寫字的師傅嗎 對對對 我聽說過就是在香港旺角的一條街 單單就是一條街的街道上 可能有大概是八到九個 這種寫字的師傅 而李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 好 那為什麼現在會想要把他的這個 書法字體來做一個 復原跟修復呢 這個源頭大概是什麼樣的一個想法 最初就是我剛才講過 他們原本就是招牌師傅跟寫字師傅的關係 然後因為我爸爸跟李翰先生談得來 我爸爸也覺得李翰先生的為人比較 就是比較好人一點 拜託他寫什麼他都很快完成就對了 對對對很快就完成 你知道因為在香港來講 生活的節奏比較快 對 所以客人也想最快的速度 來取得他們所要的字 而李翰先生往往也能滿足他的要求 第二就是大家都是心裡嗎 特別的談得來 久而久之他們兩個就成為了相當好的朋友 然後就是以兄弟相稱 李翰先生叫我爸爸做弟弟 然後到了大概九十年代初的時候 李翰伯伯年紀就大了 所以他想退休 他心裡就是想 他怕我爸爸李翰先生沒有人替他寫字 而且以後他做的招牌的風格跟以前也不一樣 所以他心裡就想把自己的字寫一套 然後送給我爸爸就是 這是一份非常大的禮物 寫了很長的時間一批一批的把字拿過來 就是成了我現在這個計劃的原稿 就是這些很多很多的字 哇這也太感動了吧 以前他們也是靠這個來生活的嗎 您說在旺角那邊擺攤的寫字的師傅們 就是靠他們寫著一首的好字來賺錢 可是他等於把他們賺錢的這一些寶藏都留給你們 我也聽說過另外的一些寫字的師傅講 這事就是不可思議的事 因為正常來講這種事都不會發生的 那有大概算過他留了多少的字嗎 我大概計算過就是 如果是凱數的話大概是一萬多個字 如果是除掉那些重複的字的話大概有三千個字 還有另外一些例數的字 例數的書法字體的字大概有兩千個都沒有重複的字 所以他就是怕他退休告老還鄉之後 萬一這個招牌就是你們工作室的招牌 可能會有風格不一致 或是到時候要缺字 可能又找別人寫那個感覺又不一樣 所以他就很慷慨的留了好幾千的字體給你們 那不是好幾代的嗎 挺多的 因為他是根據一本字典來寫的 但是有一點遺憾的是 他應該是沒有完成那本字典 他應該就是完成了前半的字典 然後我也怎麼找也找不到字典後半的字 所以我在往後電腦化的時候 也花了挺多的時間來完成字典後半的字 所以後面的話您就是接手想要把他的字做成電腦的字嗎 發想是怎麼來的 因為其實我一開頭在二十多年之前 我還是個學生 當時候我也剛剛接觸到電腦 其實當時來講我也想把他的字電腦化 因為第一能夠最方便的利用他的字的方法就是電腦化 第二就是如果李漢伯伯把他的字送給我爸爸 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我爸爸用他的字 而不是講他的字正而終之的把它藏起來 不是這個狀況嗎 所以我也想用他的字來做不同的招牌 或者是產品 但是二十多年前因為電腦 電腦都是很慢 而且那些Hardis都是很小的 所以無論就是硬件或者就是我個人的技術 電腦的技術都不成熟 所以就是把這些字放在一旁二十年 直到大概就是2015到2016年左右 我再重新開始這個計劃 聽說開始這個計劃的時候也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 有聽到台灣有公司在做這個事情是不是 對呀可能就是有來台灣的人的一些推動和幫助 所以這個計劃才在二十年後重新開始 因為有一天我在香港的一個電台節目裡 聽到台灣的一家公司有一個服務就是 將客人的手寫字編成電腦字 我跟台灣的一家公司聯絡過後 就了解到自己究竟是怎麼做出來的 對 到底怎麼弄啊 好好奇喔 因為我之前都是不懂的 大概就是跟你講的 我以為就是把它掃描 掃進去 對 然後就在電腦弄幾下就可以了 但是我發覺絕對不是這回事 那後來要怎麼去處理呢 您可以因為你人在香港嘛 可是這個公司是在台灣啊 那兩邊要怎麼進行呢 首先第一就是我跟他了解 了解過自己是怎麼弄出來的 然後就是他是能幫我做什麼 我自己要做什麼 我也了解過 他能做的工作就是一個編碼的一個工作 什麼是編碼呢 就是我手上 假如說我有七千個字 但是我手上只是有這七千個字的檔案 每一個檔案是一個字的話 那麼我手上就有七千個檔案 他的工作就是把這七千個檔案 按每一個字來放進幾個字體檔案裡面 然後每一個人安裝到電腦裡面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使用 在我們平常打字就能把字打出來 他就是這個工作就是編碼了 對 這是台灣的造字公司要做的事情 那您的部分要怎麼去進行您的工作呢 那我的工作就是把那些電腦的字 每一個字都變成一個檔案 就是我剛才講的幾千個檔案 就是這個了 所以你要一個一個把它輸入進去這樣子 對呀 我首先就是把那些原稿掃描 而且要把它分門別類 每一頁的原稿上有什麼字 然後就掃描過後 就是用一些電腦的軟件 每一個字都進我的手去勾劃他們的邊緣 全部都是人工 因為用我的判斷去決定它的邊緣就是怎麼樣的 這是最好的 如果就是用電腦自動描繪它的邊緣的話 大概它的邊緣就是會 我想就是不完美 或者不符合理想的 所以現在都是用人工來做這個工序吧 然後我剛才講過 它的字扣除了重複的字 大概有三千個字 然後我要完成它沒有寫過的字 大概就是四千多個字 我就是用拼合的方式來完成這些字的 零一個人完成 那這樣我要完成那麼多的字要花多久時間 感覺是好細的工作 因為這個工作就是我 我是業餘做字的 我不是 我預見還有 還有別的工作啊 對啊 就是我招牌公司工作室的工作 所以我就是在下班之後 我才在家裡做這個工作的 這個工作我想大概維持了大概兩年左右 應該每一天大概能夠完成十個字到十多個字 我還是有一點堅持的就是我每個星期都要休息一天 不然我不停地做的話 人會瘋的 這個工作真的是很需要耐心的工作耶 因為你要去描繪那個字體的邊 而且就是人工去描的 真的是很細膩的工作 嗯嗯 OK好那節目進行到這邊呢 我們先先休息片刻喔 等一等我們再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好各位聽眾朋友們歡迎回到我們節目的現場 您現在所收聽的是港式大排檔 我是美玲今天我們很開心呢 邀請到香港耀華製作室的李建民先生 來跟我們談一談他所推動的李伯伯的街頭書法復修計畫 好那我想喔就是您在每天在描繪這個李伯伯的這個書法字喔 嗯不曉得您能描繪出什麼心得出來 您也把他取了一個名字叫做李翰港凱對不對 嗯嗯嗯嗯為什麼取這個名字呢 其實如果要用那個國語來唸的話 他的意思就是没那么清楚的 因为李汉港凯 他的意思从字面来看 就是李汉 就是李汉伯伯的名字 港就是香港的意思 凯就是凯书的意思 这个就是字面来看的这个名称 但是如果用广东话来念的话 他有另外的一种的意思 李汉港凯 用广东话来念就是李汉港凯 李汉就是李汉 李汉其实跟广东话李汉就是一样的 港就是香港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 凯跟香港的街道的街就是一样的念法 如果就是李汉港凯就是你看港街的意思 就是因为他是从街道来上面常常看到的一个字形 所以李汉港凯就是你看看香港的街道的意思 哇 好有意思哦 原来他有双重意义就对了 哦 就是你看香港的街道 李汉港凯 哇 你现在您觉得说李伯伯他的字体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其实老一辈的香港的字 他是有一些字体上的特征 其实我也我也留意比较老一辈的台湾的街道的照片 其实你们能找到这些字的特色的 就是后来台湾的照牌的发展跟香港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看到大概是八十年代后的发展 两地的街道的风景就是不一样的 那香港的照牌的字就是它的风格就是怎么了 第一就是因为香港的街道的环境比较密集 因为你也知道香港的人多地少嘛 所以街道就是蛮激迫的 所以照牌也是挤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在那么密集的环境之下 其实要是在这个环境下 我能够被人看得出来的话 它的字型要第一就是比较粗一点的 好像台湾的照牌比较没有那么生猛 现在就是我有一个台湾的朋友来过香港 他说他感觉就是香港照牌的字很凶猛 对就是很凶猛 就是感觉那个很有魄力 台湾的字因为在大概就是八十年代之后 都是用一种书法体就是颜凯 颜凯对对对比较瘦一点点的感觉 比较柔和 比较柔和你说的对 但是香港可能人的个性比较直白 然后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公共的物村里 你找到的就是那种环境比较复杂的 环境长大的 在那种环境之下 商店也要给别人一个形象就是 我是老实的一间公司 但是我也就是不好欺负的 所以在照牌上来看也是有一点点气势的 好有趣还反映香港民众的个性 对不对 这个我们倒没有想到 就是通常我们去香港玩的时候 会觉得香港的招牌 就是我刚刚说的很有魄力 然后感觉很威猛 就是要马上就要告诉你说 我是做什么的这样子 对对对对 很醒目 最重要的是老远 就是你看到我在这里 对对超级大的 而且很多香港的招牌 也是做横的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是做横的 这跟台湾真的很不一样 台湾做横的可能要被罚钱 因为这个就是法律法律的问题 但是香港在2010年之后 这个对招牌的规管 也是大幅的收紧 所以在2010年之后 其实香港的特有的招牌的风景 也是慢慢的推涉 现在街道上那些比较夸张 比较大的招牌也不见了 所以香港政府就是好像也有在改造 这一些部分的招牌都对了 其实从那个街道管理 或者就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从那个香港的特有的风景来看 这个其实就是非常大的选择 可以请您谈一下 就是说现在在香港还有哪些地方 还可以看得到李伯伯的这些说法的招牌 或者是像这种比较有香港味的霓虹招牌吗 哪一些地区大概还可以发现 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的 如果你要看李伯伯的字 因为李伯伯的服务的对象 都是一些比较小的招牌 街坊还是一些比较小的店铺 所以在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富有的区域 比较传统的老社区 比如说就是九龙区 我爸爸的招牌店的所在地 黄大县新土港的那边 可以找到他的字 还有就是九龙 李敦道原县的一些老的店铺 也可以找到他的字 第二就是如果在香港要看招牌的话 你要去那些区域 我个人推荐在香港的上环区 上环 因为那边有很多历史挺悠久的海味店 或者就是一些比较老字号的一些店铺在那边 因为他们的实力比较富有一点 所以他的店铺都是自己买的 不是出租的店铺 所以他们不需要长长的搬迁 所以他的招牌比较历史比较老一点 所以他在那边如果要看老招牌的话 就到那边比较好一点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这些店铺 就是很有很传统 而且可能经营非常久 他们的招牌也就是那一种 就是当年真的是很用心去制作的招牌 对不对 所以都保留了那个韵味在里面 对对 比如那种就是木制的金器招牌 或者有另外的在外墙上面的一些水泥 水泥做的字 或者就是最传统的黄铜做的字也有 所以那边对我来讲就是招牌的博物馆一样 OK所以走在那边的街道 就是随处就是大家如果有心啊 抬头就可以欣赏到很多 真的是属于老香港那一种韵味的招牌 好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有 您刚刚说到早期有请那个写字的师傅写的招牌 然后这我们要怎么辨识它呢 可以看得出来吗 因为其实近年来也有挺多的手写的毛笔字 对对对 电脑的字形 所以要分辨起来的话其实是挺难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比较好的编认的方式就是 因为我就是拿香港来讲吧 香港的招牌字很多就是立体字 就是一个一个的做出来 然后就是一个一个的安装上招牌上面去的 所以它的字的笔画就是用笔画的迁就 或者就是一些书法的技巧把所有的字的部件连成一体 我给它了一个名称就是一体成型 一体成型 所以它的点画都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就比较好辨认的一个方式 但是我想这个就是能够辨认到大概就是七成到八成的字 因为其实例外的例子也有挺多的 但是如果就是电脑的毛笔的字形的话 它因为它不用考虑做成一个实体的招牌字的考量 所以它的笔画可能就是分开就是很多很多个部件做出来的 哦 再把它拼起来这样子 嗯 但是如果一个字有很多的部件 我们要做那个那个招牌的话 其实也也挺困难的 嗯 万一这个有时候这个间距啊 或者是比例如果不太对的话 看起来就不美观了对不对 可是如果是手写的招牌 它就是整个那个气韵 还有它的那个笔画的那一种韵味啊 其实都是保留下来的哦 嗯 OK 那你先我想请问一下 您现在的这个就是李伯伯的街头书法的复修计划 其实有分阶段对不对 首先就是我现在做一个物资的计划 而且这个物资的目标也达到了 我也可以做那个计划的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想做另外的一套字形 就是基于李翰感慨的字来做一些 我叫它做沟通字 沟通就是在招牌上有一些沟通的字 比如说就是在香港的铁门铁闸上面看到的字 因为那些通话的字其实也蛮有香港特色的 哦 英文来讲就是Standal OK 就是比较它的进阶版就对了 你可以这么说吗 好 那我看到您有在就是跟台湾的朋友沟通 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有要用注音符号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其实香港是没有在用bopomofo这个的 对 我们都不懂 所以要向台湾的朋友来请教 因为我为什么要做这些字呢 其实就是这一处回到这一处 就是一套字形 其实里面要包含什么的字呢 其实就是那家公司给我一个名单 就是字体里面要做什么字 因为这个名单里面就是你们台湾人给我的 那个名单里面就是要那些符号 所以我也要完成这些符号 所以就说像bopomofo这些也要在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也会输入这些字啦 对我来讲 它跟日文它跟韩文就是没有分别的 OK 这又是另外一个挑战 不过我想我有看到蛮多台湾的朋友们 很热心的很热心的回应 然后有老师啊 对对对对 非常的感谢 这个字可能这个笔画要稍微再撇多一点 或者是这个可能要再方一点之类的 提供很多的建议 我也很开心 我也有回到学生连带的感觉 对 有没有很惊讶 就是哇 原来这个李汉通凯 李汉港凯 原来在台湾也有这么多人在做关注 非常的荣幸 因为毕竟现在都是电脑的连带 所以其实华文世界一套中文的字形 其实不是一个城市 单一城市的事了 而且就是整个华文世界关注的事 我也挺高兴的一件事 嗯 好那我想在这个电脑刻字招牌 到处都看得到的时代 这个用手写的招牌 虽然已经越来越少 可是当年李汉伯伯这份心意 我觉得真的是蛮珍贵 而且也是无可取代的 那么跟您的父亲 李威先生 还有您可以珍惜这个李伯伯的心意 而且把他们用这个数码的方式 数位的方式把它流传下来 我觉得也是蛮感人的一段佳话 好如果有什么台湾的朋友们 可以在这个帮忙的地方 请您也不要客气了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耀华制作室的李建民先生 来到节目当中介绍的访问 谢谢您 谢谢你啊 好节目进行到这边呢 又要跟您说再见咯 不要忘了 下个星期五晚间十点钟 请准时收听港式大牌党节目 我是美玲 祝您周末愉快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